还好,能听到吗? 哦,可以是吧 那等等人 先看个谷歌翻译 来来来 你在你自己的视频里搜 哎 我是说在这 这个是什么来的 那个 真是 不认为那个 应该是这个 还能听到吗 快 我刚才听了声音 怎么没有霉呢 声音好小 你选的地方就没有字 我本来听到你 终于想让人在哪里 想要我 是不是 你 不认为 不认为 你 我 对 我 点错了 你想要干嘛 没有鼠标真难受 我来 你要点什么 先点这个 你直接出屏就可以了 可以出屏 冯先生 对 冯先生 这个 体育上外側 退前的那个 最近的那个挺经典的 不知道是哪个 很多歌迷来这里唱歌 所有的目光都在等国足出道 所以当他们是他们的结果时 他们就是他们的 甚至巨高没有任何影响 每个人都会对你感到 诶 好吧 谈 谈 中南先生 声音好小 特别特别微弱的声音 这里是斗兽场的门外 像我一样预购了殴打足球队资格之人 整齐了 你们能听见吗 我这边的声音非常微弱 有声音但非常非常微弱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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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里是斗兽场的门外 像我一样预购了殴打足球队资格之人 整齐的排成了一队 这里有非常多的不死族 亲切的祝愿球队活不过今晚 足球队的北伐战争注定失败 虽然一贯的闪电战打法 如同闪电门迅速且高效的一败突地 可是在场的鼓动 在玄武门失变之后 451位英灵集结在这里 我们每一秒钟都在祝福着这支军队 祝福是指祖证 你背叛了我们吗 臭你妈的给我钱 我们从宇宙的另一端敲 现在我跳舞 现在我跳舞 从宇宙的另一端来敢看球 结果给输了是吧 可以看到大家为比赛结果欣喜若狂 几分钟前我的心脏还在跳 而现在已经顺利的酿成了酒 阿弥陀佛 说话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亥群之马 请问各位可爱的教授 在今天我们获得全军覆没的凯旋 全军覆没的凯旋 完全没有查攻略 根本不了解对手的心思 我幸福的要死了 非常愤怒的愤怒着 我明白各位现在感觉快乐和愤怒 可是全球电竞大赛 我们才只输了三年 我没诈啊 远远不够 口齿取消啊 你死了算了 父母对你很死了 口齿取消啊 我愤怒的起舞 我一生中能死多少次啊 口齿取消啊 气得我想跳舞 气得我想跳舞 之后我们还有700局比赛要打 请问各位领导 会不会继续投资中国足球 能通过第七关吗 能通过第七关吗 不作弊能通过第七关吗 打不着奥巴 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这位还没有出生的先生 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一战 我他就是个茶屁 你可能不知道15年后 日本会不会引起核辐射惨案 你被忘记充电宝而后悔 请问在剩下的战斗中 你将如何维持 对我的法律消耗 AWM 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福地魔万岁 全世界的语言 可能都比不上汉语的博大精深 虽然今天输的什么也不剩 这个结果差强人意 现在各位业界大佬 也许很伤心 也许很开心 也许想要把我打死 但我知道 只要我活过今天 我就可以免疫所有伤害 战斗结束之后 剩余的人生中 每一次比赛都会输得更惨 但他们永远是中国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失败 习惯了他们的失败 差不多了 看视频 你好像又很糟了 是吗 把那个 把你灌着 我们今天看一下那个什么吧 看看那个 今天看一下那个那个 刘文大师的视频 你又在 他 你在别人 哦 哦 分不清 这个 我愤怒的起舞 我都不太会用电脑上面的 这个 图盖 双指 双指 就是这里是双指 这种上下号 哦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 菜市博物 精语学论文的 精语学 大家知道核心吗 对对 现在先问了大家知道核心 知道那个蜥蜴人吗 大家对蜥蜴人了解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核心 鸡翻水浒传 你们看的那个下饭的骨骼鸡吗 那个号 专门是鸡翻 哦不 鸡翻水浒传是新的 鸡翻三国是那个 下饭的赤头 对下饭的骨骼鸡 可以找一下这个 他就是每集三国都翻译 而且三国演义本身被翻译成了三国浪漫史 非常的浪漫 大家都在胡言乱语 大家知道核心吗 搞为始论的 对对对 呃就是大家可以找一篇文章叫核心 给人考啊 就是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他是专门搞 其实咱们b站可以找一下 有好多那个说那个西方文化不存在的啊 是然后人没什么 对西方文化是编出来的 甚至后面还有很多 这里就是对呃这个视频 有是吧 不是他那个 底下有人就爱好几个 对 甚至有好多说那个西方文化是中超的中国文化 特别搞笑的 然后到后面有人为了反讽这个核心 在这个当然知乎很流行的写了篇叫核心伟人考 这个核心这个人是假的 其实吸引人 吸引人那个骗大家 然后给这个人类地球人集体催眠 对 就这些东西 啊 哦这是驳斥啊 对 这是驳斥的 喂咕咕 就是这个 没有 其实他不是驳斥的 下面那个好像相关的是驳斥的 对就是好多那种说那个是那个那个 那个对 其实这个粉丝量很大 你去非常非常就是之前我看到的那个好几个号 他们的粉丝都上万了 都有上万的那种那个粉丝 他们的播放量也也不低 就是非常的你很难想象中国有多少魔证人 就是实际上情况就是 虽然平时我们见不到他 但是他们的数量明显是跟我们正常见证圈 见证圈的粉丝水平 粉丝量水平至少是一样多的 对 实际上你很难想象的是就是 其实 果不可能大家平时真的是不太接触 如果你更往上就是说近三十多岁的那种圈子 就是我爸之前拉我进过一个 我让我也非常镇静啊 但是再一个就是很早之前 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被拉到各种见证群 然后我看到那些中年人 偏中年人的一些群见证群里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大量的 当然天天群里就车谷路话 而且特别无聊的东西啊 然后但是他们的其实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就是我们平时根本见不到的 他们的数量甚至比那些 肯定是比这个 呃啊 比比比比这个我们平常见的见证圈要要广的多的 因为你现在再算一下一部分是三十多岁的人 另一部分也是啊 就算年轻一点的 但是他们水平很差的 天天讲车谷路话的那些群 这些群的 其实这些群才是见证圈真正的数量上的主力 就是他们质量上肯定是肯定不是主力啊 就是说质量上就是包括呃 见证圈里见证圈出名的话 他们肯定没有任何影响力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他们 但是这些人其实主流见证圈见证圈的签的东西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反而见证圈那些聪明东西 他们也影响不到他们啊 但他们其实在数量上才是这些一个个小圈子才是真正最多的 非常非常的恐怖 就是啊 就到现在那种见见证圈的那种中年人 他们还天天在争论什么性性善论性恶论 还有那个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种特别无聊的东西 就是月经问题 这样的那个核心 然后有个很著名的文章叫那个核心伟人考是说他是西医人 就是这个反讽他嘛 在知乎里面吧 是在知乎 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你搜一下 嗯 就是说他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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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希腊罗马文化不存在是假的吗 对 对不是假的吗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核心是假的 核心是西医人伪造出来的 古亚特兰蒂斯人为了和西医人共享世界 让现代人类相信自己的历史都是假的 因此使用种种二世魔法宣称有一个名字叫核心 且完整捏造了其个人的经历 就是说呃亚特兰蒂斯人吧 你们因为跟那个希腊里面挨得很近嘛 亚特兰蒂斯是柏拉图应该是DMIO吧 什么记载的一个地方 那个就是那个沉到水里的那个古城市 就为了防止被这个人类啊探索到 然后然后就掩盖了希腊文明真实的存在性 编造了核心这个这个啊 而所谓核心的成果也都是亚特兰蒂斯与西医人写出来 迷惑大众的啊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怎么那个破绽啊 然后他们开始找那个核心履历里的破绽 前后有问题的地方 然后就给他啊 就是就是以其人之道还着其人之身啊 你看核心在伟大荒生活了久一年 这不能乱说 反正就是对呃就是时间有问题 对时间上有问题 这个这是这个时间里面有三个核心 一个在伟大荒当知青 一个坐牢一个在北京流浪 对然后就是他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 就是亚特兰蒂斯人内部分裂成了两派 然后西医人对于分裂的亚特兰蒂斯人失去了信任 呃然后因此此时的三方各自实施暗示魔法 然后三方的魔法并不一致 因此暗示影响出来的三个核心 对 然后呃就是后面就会发现会失控嘛 然后就是他们的谈判重新统一了 对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核心就就是这个真正的合并了 对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伪造的个人经历 然后三迪投影 对 核心 对 他们的三迪投影就是明显没有老鼠的高 对 这个个人经历 那隐藏了 马脚露出来了 对 小黑子露出一脚了 根本77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清师范学院 只有一所中专 一定说还没有那个生成大学 大学对吧 那么就是核心上了不存在 就论证了他不存在这所学校 然后根本的原因前 既然是就是呃 亚特兰迪斯人就是呃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要用这个暗示魔法比较困难嘛 然后他们只能就是宣称他考上了一个不知名的院校 就是很复杂 反正就是反正论据就证明他根本是一个伪人 然后他是呃然后就根据他这个什么 这个不知名的因为不知名的院校嘛 他怎么可能被知道呢 对吧 那就很难找对吧 呃然后他认为就是核心的微博是呃 交给了智能AI来维护 所以说就是一些细节上没有植入数据 然后就呃这个时间就会有问题 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就出现了悖论了 对 就反正就是就是通过这一切的方法 然后他证明了呃核心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他蜥蜴人蜥蜴人 对蜥蜴人编造出来的东西 我跟着之前最早那个版本特别牛逼 是因为他有个核心披那个蜥蜴人的头上 哈哈哈哈照片 哈哈哈哈 就那种把直接给他那个给他的那个脸变成蜥蜴人化 特别的牛逼 呃核心对 然后我就是核心 其实他就是整个火吗 就是应该也是很久之前就已经是对火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这一代的就是没人没太人知道 对对我们这代的建制圈 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呃 其实如果不听就是论文大师说 我还是确实不太知道 他在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出出就是什么 出出茅庐了对然后在后面而且一直都有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一直都是有很多人说他影响 然后他几次重要的一些所谓的论战中他竟然也都占据了他的话语权对 其实这个还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 民科我们都这么认为的 但没想到他是 位列正邪 然后真的是 就是某种意义上是国师的存在 对 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还挺相信的 他确实在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里 抓到了一些 当时民众的一些敏感点 而且确实是那时候他也比较敢说话 而且那个时候环境比现在宽松了 那个时候确实是可以说一些激进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 之前这个节目 就是论文大师这个节目也是我策划的 因为我是在昆明的时候跟论文大师聊天 然后我们突然聊到了核心 就是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了好多 就是我完全不发想象了核心的往事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是活得比我们久 就是他知道了 他知道好多奇怪的人的黑历史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做一些这个吧 然后我们录一下 就是核心当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奇怪历史 然后他就他就给我录了一期 然后我才知道了有很多事情 跟我们现在想的 就根本不一样 就本科我最早吃了 可能是本科书店里看到的他的书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时候一些那个老 这个就是老建政圈的人 我的封不清是左派国家主义者的那种 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 就是有点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吧 大概就是那种 然后看到他们的文章里会提到核心 但是看到的时候就是他当然揭晓逻辑嘛 他也算是半个黑格主义者 然后就是这样的 就是感觉就一般般这个人 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是民科嘛 然后后面就是就是感觉就是 就因为你知道老一代的黑格解读 其实没有什么水平的 就是大家的说车轱路话 大家说东西差不多 就是核心的套东西 没跟张诗英的套东西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说实话 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一开始就是觉得在说旧话的一个 一个一个搞黑格研究的 然后顺便研究一些中国哲学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就是感觉他在发布一些奇怪的言论 然后再往后就核心里人考 然后我们印象也就停留在这些了 对 他活起来也是因为就是 某种程度上 他在很多人的视野中活起来 就是因为核心里人考 就这个这个 这个确实是整合真的很好 然后大家觉得很好笑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这是某种就是圈子文化的代表 或者说就是某种太离谱 太魔阵的一种见证人的代表 然后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视频是可以告诉大家 核心其实就是在多次的理论论战中 他都有找自己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看起来是不太一致的 但其实他的根本逻辑是一致的 可能命也好吧 这个战队学研究的很好 好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声音 古希腊是真的存在的吗 斯芬克斯是不是拿过篮甲造了 就这么一些看似令人发愧 而实际荒谬的问题 竟然成为现在网络平台吵门的热点 而且很多专业的老师 不厌其反长篇累读来进行回复 这是有意思吗 那么这些问题 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么热门 归功于一位八十年代 长期处舆论风口浪尖的大师 就是核心 全国政协委员 但是没有什么经济学论魂的 历史学家虽然说 他也发的文章也不太多 那么归功于这位理论家的创意和影响力 现在全中国的这个见证圈都在讨论 什么是希腊鬼神论 那么希腊鬼神论这件事情 我没有任何兴趣来回应探讨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 核心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核心这个人呢 从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是失败的 我前面学生知分子到不像 我也毫不会言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对核心有过钦佩 甚至很多人对核心是崇拜的 为什么呢 属心核心这个人的人生经历特别符合 中国之后 就是那个时候学学院题都没有建立起来 然后他就凭借自己 直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 黑格列宁的哲学笔记 天天思考中国的早相 写信给毛鲁 然后被导致地按下来 对刚才不是说的被那个流放吗 对对对对 主流媒体反复炒作 这样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具有一种 他就很强时代特色了 这样的迷惊 在现在的这个学体就很难出这种人来 应该考察按下核心 几次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谈着什么话题 聊的是什么观点 核心在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应该是中国之间最早反对传统的史学界 五大阶段论 宣扬1844年进行哲学手表的一化论的理论家 这也就是我们非常惊讶的 其实 这我们也很惊讶 你看你领那几个贵子 我们知道 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政治分子对传统文化 有迷之自卑 他们把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 中国社会上所有不买 当然他们不买意的事情都归根据 因为你是黄皮肤 因为你有黄河 因为你出生在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历史传统的国家 所以说中国落后 所以说你的生活不如意 所以说你考不上大学 所以说你找到好不动 那么在这样一个舆论环境里面 何欣挺身而出 批评和尚论 尽管今天来看 他的批评写得很粗疏 但是在舆论场上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何欣第二次暴德大名 那就他又换了学科了 搞的是经济小 1991年的时候 直播国稿是把他想起了徐英语 在中国的语言堂里面 说得好不得提出 现在中国已经不再是科尔奈说的 短缺经济 而是过剩经济 很多人都觉得无可思议 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短缺资本主义才是过剩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过剩的经济 成为了理论界的共识 但是很多理论家有点不太 讲究了不提核心 他的贡献是什么 但是核心的观点也绝非原创 他也略去了他所参考的政务 确实有人说这个视频有点卡吗 我们就不全评是不是会好一点 嗯 说一下 这事呢 咱们待会还会再展开说 到了90年代后期 面对国企的破产潮 工人的下岗潮 核心又是在舆论场里面 比较早的 也用比较激烈的言辞来批判 国企下岗潮和国企破产潮的 这个词是最重要的 那个时候这个事太大了 在国家主义经济观里头 用比较 我觉得这个是核心唯一最积极的事 在一片大好的形势里面 有隐忧 这个隐忧就来源于过分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认为只要私有化了 无论你是权贵私有化 还是怎么着 世纪第二天就会变好 这么一种非常天真幼稚的思潮 应该说核心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这两个阶段 尽管他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理论家 但是以他气魄宏大 有迷之自信的气魄的语言 吸引了很多迷利 同时呢又把理论界里面很多老人 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痛快淋漓地说了出来 于是呢成为当时暗藏的新左派和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思潮的先生 他是一个在当时新左派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里面 站在台面上的一个小圣人 但是核心进入了新世纪以后 自称是他自称情大主义 脑旗建筑 他的肖科呢 再一次回到了文化领域 一开始呢 是把一些旧众什么的 《著十九》《张九歌》《易经》的 再翻出来继续出版 后来呢就开始搞共济人 搞吸引人 搞夏威士顿 这就是今天的核心众 就这个图 对对对 吸引人 再一次吸割了最新一代年轻人的韭菜 吸了最新的粉丝 这次吸粉呢借用着网络时代 自媒体时代的吸引力 甚至成为各大知识媒体里面 进入主流的声音 这件事情呢就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了 核心这个人呢 我们得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提夏威士顿啊 共济会论法等等这样的观点 很多想法很多路数 是他一贯的 首先他尽管是八十年代 最早批判文化热的原家 但是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永久的固定在了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流行思潮是认为 中国为什么落后 因为我们有传统化 这个有点 邓小盲也是有一点这个问题的 其实 虽然邓小盲还好一点 我感觉就是八十年代那一批 就是八十年代那一批 就是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核心这样的 核心在当时应该是属于是反对一个自由主义思潮的 就是与他相对立面的那些 非常自由主义的思潮 对就是主张开放的那些那些那些思想家 就是他们的直到今天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在各个领域 就是文化领域已经成为 有文化化学权了 对已经有化学权了 就像是我们也不举了 不举例子了 很多很多人 就是都都已经在各个领域有自己的化学权 他们到现在其实他们的思想还是 八十年代化于场域那些东西 无论是持什么观点对 是吧 是的 对 而且其实邓小芒是一个很典型的 因为为什么一直说 觉得邓小芒是一个 就只有在中国那个时代才能产生出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特例 而且我很 我其实本科很长时间是 在意识形态上很接近邓小芒的那个想法 就是在哲学上我们支持辩证维吾主义 支持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政治上其实是自由主义 就是在政治上绝对反对共产主义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而且我们会认为 辩证维吾主义就是支持资本主义 对 对就因为什么辩证嘛 你这唯物嘛 那肯定要就是那种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 是吧 但是要辩证嘛 又强调人的自由 那这个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对 因为整个思维方式都是那个时候的 就是相当于大王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就是他确实是把左洛派和 就那个时候左洛派对立的观点缝在他那个里面了 对 所以但是 他的这个这个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是 就太跟不上时代了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真正造成什么影响力 因为他非常那个什么的就是他非常抵制 那个那个新的学术范式 包括他在他的那个那个说那个哲学看老三样 最重要的老三样 康德黑格马克思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都不是没有道理 我也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老三样 康德黑格马克思 当然可能再加上布拉特加里士多德 但是 但是你不能这么狭隘 太狭隘了 就不能真的是这样对吧 就是就是你不能真的这个样子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道忙的情况 另一个就是他拒绝西方的学术范围 拒绝跟他们沟通 然后就自己门头看书 就他不相信所有的那种西方的外来的 还有新的花里胡罩新思想 所以这个他比较闭塞 比较闭塞 这闭塞的话 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在他那个时代 确实他是有想法 就是老一辈里 当忙还是有水平的 而且他比较真诚 他确实是在老一辈里 是有自己想法 但是你放在今天新的学术体制里 他确实就显得有点过时 他这套是这些方法 其实做康德还可以 就讲真 就是他的康德的导论 还是很有深度的 很多东西还比较靠谱的 其实就是说不说导论 其实他康德很多东西做的还不错 他做黑格 就是他最认同的黑格 反而是诸金剑者的 大方向可能还行 但是你会感觉到 很多续节的东西 还是老一套的东西 没有太多的改进 没有太多的改进 所以就我一直说 当忙的东西是很适合入门 然后如果你进一步的话 可以看康德的东西 还是可以继续看 黑格就别看了 尤其不要看他那个决斗 那个浪费生命 就是真真的是 你想想是吧 你举个最荒谬的 就是哪一天 邓阿芒的理论 如果真的是成了真理的 那还要说邓阿芒剧斗的剧斗 对吧 那你这辈子的是吧 你来个五个来回是吧 剧斗的剧斗的剧斗是吧 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东西都读完 这闲病不够长 这肯定是不可能 用这种方式来知学的 当然王爷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一个 在一个就是非常强的 那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倾向 对吧 就当时我记得 他跟刘晓峰二十一争变的时候 那国父论那个事对吧 就人家那个施叛那边的人 其实是羞答答的在提这个事情 也没有想着说 结果你把他说错了 结果他直接给说破了 因为因为被邓阿芒骂了 激烈的反对 所以直接这个事得说破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国父论是什么 对 要解释什么 这个不太好解释吧 大家查一查吧 这是父亲的父 国爹论的 然后这个事情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了 反正这也是很多人 问邓阿芒到底怎么样 也就是这个看法 水平在老一辈里水平是 在老一辈里水平反而是算高的 到现在他的很多想 东西作为入门导论也不过时 但是他的这个这个举事也局限是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尤其是明显 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不是 就是那个推彼得星格那个黑色导论吗 然后还特地给他写了序言 所以为什么推这本 这本其实 怎么说呢 在可能这是一个科普读 实际上应该是牛津通知读本那种的 非常短 作为科普读可能还有点流行性 但这个东西绝对不是 在黑格研究学界绝对不当成正经研究文献的 但是这个东西他真的就把这个推出来了 在国内还给他吵了吵了一番 在学书界 为什么呢 我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邓阿芒恶心大家了 啊就是那些复杂的非常精致的研究文献 他一个看不上 包括亨利西亨利西确实有问题 啊亨利西确实有问题 这个邓阿芒说的不错 但是这并不是说邓阿芒看的就更高 啊那么像那些国外比较重要的那些文献 都看不上 然后他又找一个啊 就是就是因为介绍比较简单 所以他也没什么值得批评 这么一个人啊 然后那个直接弄过来啊 就你看这个人写的都比你们那些东西有道理 然后恶心大家 然后专门给这个人比特辛格人写那个 写的黑个儿道路写序言 那比特辛格是个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动物保护那个 对就是那个主张吃素的 这样的一个人啊 就是好像是我 我没有记错好像是有功利主义者吧 就是说那个通功利的主义的那个动保护主义 就是说那个不能给制造痛苦嘛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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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就是道德 所谓道德就是快乐 就快乐最大化 那个快乐也应该辐射到动物 就是我们考我们是个故为功利主义者 一定要考虑动物的功利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有一个那个那个那个经典的一个那个那个漫画反讽反讽那个分析哲学道德哲学漫画什么那个啊 如果彼得辛格是个无痛症患者 我们吃掉他不会产生任何痛苦 那么吃掉 对 吃掉彼得辛格会会造成道德问题吗 好恐怖 对啊 对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你不是功利主义吗 就是快乐吗 那如果杀掉你不会产生任何痛苦 那是不是安乐死是吧 那是不是就 就算一算 对吧 但还有一另一个地域效果 这个也是反对功利主义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 我们有四个快乐的人和一个痛苦的人 我们如何实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呢 你正常人的脑回路 我们让那个提升所有人的快乐程度让那个痛苦的人减少痛苦对吧 但这要花成本 我们有没有没什么成本快速提升这个快乐的方法 就刺激大脑啊 不是把那痛苦的人枪毙了 因为痛苦的那个是吧 负数嘛 你把那个一个负数从这个数列里剔除了之后 它的平均值和总值都上升了 而且成本很低对 通过我们就通过一个严谨的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个 最快速的实现这个快乐最大化的方式对吧 就是消灭低端人口 没有隐喻的意思 对 非常的那个有意思啊 当往也是这样啊 这个题外话 继续看 又缝死 反缝的一波分译了些 反过来 要把民族复兴啊等等所有的论据 从传统文化里找一句 认为我们没有民族自信 就是还是迷信古希腊 甚至他在书里面明里暗里要论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侵选民族 看似他和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代表人 那个时候太多这种情绪想法 其实他们是一体两面的思维 为什么八十年代会产生这样的思维 那是因为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思路还没有定型 其他方面的改革没有共识 所以说对于出路的讨论只能避时就需 用文化的讨论来代替更实际的社会议题的探讨 这样呢就带动了一批一代人去识校区 核心的论证法 这个就在核心的著作里面也是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哪怕在核心觉得最得意的那些早期的史学著作里面 比如说诸神的起源等等著作里面 你也会感觉到很多结论是靠公证而得冲 这些公认往往来源一些似有还无的语言的考证 就是语音上比如说哪个词是哪个词的音转 咱们这么说吧 两字读音圣古音相近 有可能两字的字语相关 也有可能无关 恩格斯在菲尔巴哈论里面就批评过菲尔巴哈 说用语言学的把戏来代替实际的论证 那为什么核心大量求助于孤阵或者是伟阵 因为核心是极论先行 除了批词尔巴哈 批词谁说那个religion那个词嘛 说那个religion词最早是连结啊什么什么 说明你应该更深刻的理解宗教 然后马斯说是文字游戏 对 这个说实话这个点上 玩语言学不是师派喜欢干的事情 卡德格尔的那个国 卡德格尔就是特别喜欢分析语言 就是那个什么干你跟你讲 什么叫罗格斯 罗格斯在古代是统统一的 我觉得卡德格尔那里还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对 但是他开启了一些不好的 打开了潘多达 卡德格尔还干了一看一个事情 就是引来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折制 当然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后面用的也挺深 也也更好了 就是拉康拜跟其他一块常用的就是在词里画杠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对 exist的就是 ex 杠 意思的 对 非一杠权的 然后后面有人反讽 就是这种新的文学 把原来的词拆开画个盖 不过海德格尔也是 他他就如果也是之前说过为什么就是 学哲学的话 大部分的其实没有那么依赖语言 那海德格尔还是非常依赖语言的 你最后还是要要要认真搞海德格尔 还是搞一些整一些语言的东西了 因为他确实大量是词语分析 他那个还是有有些有些道理的 对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类的 对 还有些就是这个事也是就是我经常说那个 不要觉得那个什么越贴合人民的语言 或者越粗俗的语言就这个东西就越接近于人民 因为非常这个海德格尔就是用了很多德语的俗语 但只要通通翻成汉语就跟天书一样 是是是是就感觉高端起来了 对这就非常非常举另一个例子 诗经有很多的其实在当时是很通俗的 是是是是 放到今天就全都是 你以为非常的牛逼跟天书很古朴的东西 当时就非常通俗 对诗经本来就是日常用语 日常用语在当时 但是你放到今天就没有任何通俗性来 就是这种通俗的东西反而是最不普遍的 但诗经也分了 对对对 和亚松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就算高雅的部分在诗诗分子里肯定也是通用的 那时候就是就是言必称诗经嘛 不学诗物以言嘛 对吧 反正就是挺流行的东西的 但今天就不是这样的 现在对诗经的解经学也是 其实有点离谱的 就是他他重新去解释诗经里的某一个句子啊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其实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 这当然这这也是一种学问的做法吧 就是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学问就是像小学啊 嗯就学问这些就是做考据训过就是就是要重新去理解就是这些字意啊什么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去重新理解古人的这些我留下来文字的意涵 但实际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对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有很多东西他必然带有一些实践是必了当下的这个实用性 对就是像像就是古代的一些学问做法什么书证什么书译也之类的 其实就是试图通过重新解释古代的学问然后来得到自己的一些结论 就是就重新重解嘛 就跟西就是那个我们西哲里边说有做哲学有做哲学史嘛 嗯就跟做哲所谓做哲学史搞文献学那些是是一样的 对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说到这个啊 对呃就是这样呢就是就是分析此词词语的这个含义嘛 对啊然后海派反正是经经常喜欢干这个事情 嗯对诗派不是是对诗派也是诗派经常继承了他的个人 他们也喜欢对然后当然当然他有一些他们古典主义的那些对 石头老斯他他们他自己还有些古典主义的那种癖好就是喜欢 但是现在诗派好像是瞎解吧 之前你们上那课就就就我很难说 因为我感觉诗派有水平好的有水平好的有水平差有水平差的 就是因为他有点类似于内部繁殖嘛 然后呃诗派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就或者说 他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学术体系 我觉得你进了这个套你进了这个套之后你就不太可能出的去了 然后呃这些人就即使去国外读完回来就是也是学也是教这些东西 然后在中国的话就是有几个比较大的算是大本营的地方吗 就我不我不细说就是反正北京有一个 然后那个广州有一个重庆有一个 嗯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些比较比较集中的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做的很多就是所谓的博亚教育 就是说呃我们要回到古典时代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德性 然后我们要去学四十五经我们也要去学什么那个古希腊 古希腊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们喜欢解的就是柏拉图就是柏拉图 然后他们他们他们不混亚里士多德 对因为亚里士多德会会会露馅 因为柏拉图大部分有那种文学性很强的文学性对话 所以所以其实师派好多就是文科生啊 然后到亚里士多德一看这嘛这跟数学似的这这这算了 咱搞柏拉图哈哈哈 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德性 就是我们要回到柏拉图去去找那个德性 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只基本只看伦理学 就尤其尼克马克伦理学这家都不看对 柏拉图就是解那个理想国嘛 理想国然后还有菲多片还有菲德若吧 菲德若对好像还有什么 菲多片啊会影对会影讲爱欲嘛 对就是呃好像普罗泰克拉片有吧 柏拉图四书里应该有普罗泰克拉片 普罗泰克拉片但他不太讲不太讲 我可能我没有听过啊可能是我自己去财书学前 然后呃像还有那个就是像我跟你说过的 那个他们读那个古希腊悲剧古希腊喜剧 嗯那个阿里斯多芬 对主要是读阿里斯多芬 就他们认为古希腊喜剧才能真正能够反映 就是古希腊古希腊那个时候的一些就是政治上的问题 对对对或者说对于哲人的反思吧 对就是就是什么事与哲学之恩啊啥的 就那些老东西 然后呃反正就是你们看就知道了 就是你们去看看多多了解了解 因为诗派的东西怎么说呢 虽然他最后非常搞搞笑的是为了恢复古典德性 然后变成了一套工业活 甚至商业化的玩法 是对就正好是自己自己打自己脸的行为 但是他们就施多劳斯本人的一些想法还是有有有有几分道理的 对对他们他们对于柏拉图的一些注视还是不错的 然后面石派是就是有点像那个那个普罗提诺说的刘毅 就越往后传也不行 是这样对 哎反正就是我们吐槽就到这了吧 然后大家继续看看完吧 比如说为了论证五方十神论 为了把这个他的结论凑出来 不惜让论据来受到损害 那么为了不断迎合社会对于议题的喜好 不断的跟上时代的发展 核心不惜一步一步一趋的伤害他的论据 那么核心为什么能够成功那么多产 其实还来源于核心是一个洗稿改作提升的天才 核心有一部异著翻译的著作非常流行也极其好毒 就是培根的人生论 但是核心自己承认他的外语极烂 他是把水天同本先生的几个译本以汉意汉做了改洗 这件事情核心是坦诚承认的 神了这也行 他的这个文风其实也用在其他学科里面 在经济学领域里面也很明显 现在让核心够得大名的所谓的希腊维始论 或者是共济会阴谋论 你会发现他往往他的母本来源于一些在海外流行的阴谋论作 他进行了巧妙的改编 而这个改编 既然做得极其巧妙 让你很难抓住实际的证据 像核心这样的论证写稿 写稿 写稿天才是无处不在 但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像核心这样成功 为什么核心可以不断的在舆论场从成功走向成功 因为核心总是说出了你想要相信的事情 当你在八十年代听到了知识界无底线的否定传统文化 认为一切的罪都应该由你的黄皮肤你的黄河来背的时候 核心帮你说出来 这是真的那么可靠吗 当主流经济学家再说国企破产是改革的必要阵痛的时候 核心阵楼发聩地说 今日可痛哭者可流涕者 认为这是危机的表现 你能够不高兴不感动不激动吗 但是今天核心的为始论到底又投合了什么样的心理 这就是值得我们重新再反思警惕的希腊为始论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根本拒斥外文材料里面任何严谨的论证和考古学证据 一切都是别人假造的 而且认为西方人自文艺复兴以来 不造假就没法说自己的古兽的故事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类的为始论 往往早期是几个俄国人鼓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都知道 俄国在中国以前就是一个货当费的历史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 你知道那个中国是什么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 不是一个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 而是一个天下主义 这不是现在天龙人吗 就是pink pink们最喜欢说的那个东西吗 但这个思想来源 你知道最早来自哪儿吧 也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这直接copy到德国了 这是德国人的说法吧 这德国观念论时期的说法 你就看当时的赫尔德和谢林全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一方面有一定的遗憾 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民族意识的一个民族 另方面也是一个鼓吹啊 就是说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民族 他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 不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民族的文明 而是一个世界的文明 一开始就就是 怀揣着这个这个整个世界 就说这个这个你看是吧 蒙古啊 还有那个什么周边的这只要臣服于中华文明 然后他就不会说侵略他们对吧 然后就整这套东西 这都觉得就非常好玩 就现在被中国人很多人 当什么中国原创的东西 就是说很多的那些 现在很多pink那些把戏 就是就是都进口的 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 那居然很多 其实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原创性 俄国人扭起来 那还是得这个就经常韩国以后 那么为了把自己的心理给battle回来 俄国人到处鼓吹维使论 而今天参考俄国的维使论诸作的人 往往略取了 俄国人也认为中国长城是这样的 对对对 巴达里长城你看那砖 那不是改开放后的砖吗 难道不能这不能证明巴达里长城 这就是中国自造的假 嘿嘿嘿 俄国人也不是不好东西 从08年以后 中国的大众在民族心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虚交的文化自大 和不学无数的见证群体相结合 就给核心制造了割韭菜的广卧土壤 我无法确定脑极健重的核心先生 是否相信自己鼓吹的希腊为神论 如果大家看过80年代以来核心的著作 就会发现 希腊为神论的进注 是核心最粗疏最灵乱的著作 完全和他早年的虽然有缺点 但非常精细而气魄宏大的故 诸神的起源无法相细并论 这样的著作却成鲍德大名 说明理论思维正在见证圈推移 你很骂 对 你见证圈里面不去探讨 严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了 不去探讨哲学问题 而是整天幻想 别人的知识 别人的历史 都是假造的 呵呵呵 脑内 脑内战争是吧 不再去探讨哲学和经学问题了 回溯性的 把希腊放在这个历史全给取消了 呵呵呵 就是 哎 这这个确实讲得很好 对 哦对 就是我补一个就是就是算是历史历史 历史诚实或文化背景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前面说那个和尚 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对对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但但这个其实不太能多提 就是我简单说一下 嗯 这个其实是当年的一个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个六集的电视纪录片 我我这里有就是一个就是全部的内容 但是但是我不能发给大家就是我简单说说吧 然后很多人知道 嗯 嗯 对 然后呃 这等于说是中国八十年代在整个呃文化变革中就或者说一些社会思潮的变革中呃 这些思潮变革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了 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件啊 就是以后又可以慢慢讲 嗯 这个是1988年首播 然后他的那个总撰稿人是思潮康和王鲁湘 然后你们可能会知道他们是谁 然后这个当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也成为了当时思想解放的一种先导力量 然后呃 当时应该是说在很多知识分子中是有强烈共鸣的 或者说他成为了一种思想旗帜 就是因为嗯 大家都觉得讲太有道理了 就我们为什么如今经济会如此失败 为什么就是会有如此多的问题社会问题 或者说就是他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不够不够自由 或者说不够进步到底怎么来的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纪录片 他把这个这个定性为 就是说我们的问题处在了文化的根上面 然后呃这个就是当时就是逐步引入 就是这个片子主要讲就是他批评的就是说 中国传统的也就是叫做黄土文明 就是说所谓的黄色文明 然后他好奇怪 看来他那个崇尚的就是那个呃 就西方的就是蔚蓝色的海洋文明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都启蒙借来的嘛那些 但是现在其实还很火有没有 就是现在还有在说 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是这种说法就是 大家现在还是觉得就是还是蛮多人就会提 就启蒙时候的地理决定论嘛 卢梭什么他们 孟德斯基乌他们都有这个 包括黑格尔的那个精神哲学里也受这个东西影响 嗯对 呃这个其实是个老话老话 我觉得觉得好像好像做搞搞所谓的就是无论是民民民民民族主义还是做有主义还是逆向民民民族主义对对 反正只要你认为民族这个东西很实在 对 无论你是支持他反对他 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对的 但是他说法其实就那么几套 我觉得可能当年黑格尔说过的 就是中国现在也在反复用 对对对对 是那个人别中国是陆地文明 然后那个希腊是海岸文明 然后德国是河流文明 德国最牛逼正反河 来一河 有一些这个拉踩的行为 对非就是进行了一些拉踩的行为 然后呃当然那个 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几个重要的事件啊 就是呃首先首先 首先就是那个呃 就是呃那位同志就去世了 然后呃等于说是嗯 四方解放就开始了嘛 然后呃高尔巴小处上台 然后就是当时在那个呃 这也有了词子不知道怎么说 苏联能说吗 soviet soviet 在soviet推行一种叫做呃新思维运动 就是这个运动其实就是所谓的就是 就是某种呃自由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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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然后呃这个思想就等于说是呃广泛的在呃 我们隔壁的那个国家也进行了一些传播 然后在中国啊当然也是进行了这些传播 然后当时我们呃就1988年这个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嘛 然后因为他对于说公开的呼唤了某种呃蔚蓝色的就是海洋的文明 认为这种文明才是真正的有就是代表进步的代表现代的代表真正的文明的呃 然后呃当时就是引起全部轰动了 然后这个影响了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我不能说它是什么事件 嗯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自己自己想一下吧 就是也也不要说在在知道的人也不要在那个弹幕上说关键词 对然后呃就是说就是那个什么 说实话你要是说海洋文明的话 这个也就是中国人那个什么是吧 香蕉人会妥卑 你要是跟欧洲人你不能提海洋文明 因为那英国欧洲大陆的人你海洋文明不对不对 我们都不算海洋文明 你这只英国那英国的没有文化呢 没什么对吧 对那我想说这个就是主要想说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点 就是说呃那个事件 他就或者说任何一个事件吧 一个那么大思想变动的事件 他前后是有很多的呃文化的主要式的一些影响的 就是说呃我们就可能不能认为就是那一天啊 所有事情出时出现了就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偶然的天选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呃 时间降临我们等着它发生就可以了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有很多的 这草草草荻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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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荻 然后就是那个事件前后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事件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那个波兰团结工会在这个选举中获胜了嘛 然后等于说就推翻了那个原来的那个制度 就是我们的那个制度 然后同时也就是一年之内 就是东欧那边也发生了那个 对 巨变 就是对 演变嘛 然后在两年之后 苏联就就是Sovic就那时候了 就就就菲利 然后等于说是很快的就发生了这个全部的这个变化 对 就是而中国其实在可以说比我们想象的更早的时间 这已经引进了很多的思想 当时是作为什么引进呢 是作为所谓的灰皮书 就是就是如果大家读过那段时间的一些 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一些口述 还是说一些就是思想史吧 就会看到就是所谓的黑皮书灰皮书 就是这个东西是类似于叫批判参考资料 就是它是国外的一些先比较新的一些思想 然后国内就是你总不能完全不了解啊 就是你会引进翻译皮 然后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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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就被作为就是不能公开出版出售的 这样一些就内部的批判材料 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影响了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能接触到这些这些这些文化书籍的那些 就是就是那些上头有人的下一代 就是就是会影响到这些人 然后而他们又是那个时候思想反身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义军 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然后总之反正我们还是说回到这和尚这个东西 就和尚这个我稍微读几句吧 就是因为现在应该我感觉就是该解禁点解禁了 也有一些东西也能说了 说里面有一句说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 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 但不完全是 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 他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 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 在日本倒海自杀 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的深刻的绝望 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 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 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深重 危机越沉重 群根越热烈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就是这个其实跟那个当时也是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有关系 叫群根文学 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 就是群根文学当时是由那个在杭州的一场会议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作家叫韩少宫他就提了这个什么所谓群根文学 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文化群根嘛 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文化的根系在哪里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相仇 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重塑 就是他说是相守但其实他是一个一种某种就是志气 某种就是我要我要找回这个这个这个文化的根系 我要作为知识分子 我有这个权利 我有这个义务去代替这个已经衰落的民族 找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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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文化的根 然后呃其实这个东西也都是知识分子的意义 但是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有影响力的 因为对是这样的 对因为因为确实是现在都成无产阶级了 对就是这个时候是很少的 然后很多人也确实是呃上面有人 然后他们会比较有话语权会影响力嘛 然后我想一下找一下 嗯 黄土黄 黄水黄土黄种人 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 他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 曾像黄河这样素对塑造华夏文明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繁琐的考古论证 反正就是就是能够论证到这一点 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论证那个龙嘛 龙的图腾 然后呃 然后我们就可以嗯 再说几个就是里面的一些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名人 在这个呃纪录片里面出现的时候 他们说了一些话吧 就是我简单说一下 呃 呃 呃 比如说那个呃 当时有一个有个作家叫正义 他那个说了一个自己在黄河边上去去村子里面看那个就是什么窑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生活 就是一些当地人民的生活 然后呃 呃他他就是说到了这些东西 他说呃 环境越越困难刺激文化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 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 然后呃 呃他们他们认为就是什么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呢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 其实这种看法这是马克思恩各自提出来的 我说这个东西好像那个呃原来对对对对就是那亚西亚生产方式 对我知道呃对 亚西亚生产方式 但是其实我觉得原来工业党不是也也就是逆向的那个民族主义者的那种工业党不是也也说这个吗 只不过是说因为中国历来都是跟水有关系所以文明很差 哈哈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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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都是说法了 那就是然后他然后他说呃 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是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农业的主要条件 在那时的上水平下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 嗯啊就这个完全就是著名的亚西亚生产方式吗 嗯然后可惜恩格森 马克森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 然后实际上就是什么什么一什么 然后他说什么亚西亚的太阳陨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或早或迟的暗淡下去了 为什么呢 然后接着他就说到那些什么古老文明倒是怎么陨落的 然后呃就说那个什么在我们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种误区 近乎近百年的呃 呃只是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 自从181840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盖近代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 优秀的安魂记来疗与自慰 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泄中从似乎能从从中获得一次安慰 呃其实其实我原来说还挺不得理 就他在这点啊在批判那个中国目前的一些文化上的就是 文化保守主义者 对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过度自信主义者 就是其实还蛮有蛮有用的 因为嗯就是好神奇 每次说考古出现什么新的东西之后就好多人说啊太伟大了 我们我们就是历史比别人悠久 别人那些国家就那么小能靠古出现什么东西呢 就是就反正就是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被骂一骂 对太无聊了 他包括还有那个那个好多自由派一定要证明 中国那个根本就不是文明古国 你还是说他要大善人吧 啊对就好多那种就是那个室友派分子嘛 就是那个逆向民族主义者 就是在那证明中国不是什么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那个在在那个什么这个全部如什么那个巴比伦 户不如古希腊 然后就觉得中国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这个这个领先过世界什么的 这个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啊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一种反面的对吧 另一个极端 就是就要么就完全否定我们这个文化 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从来都一无是处 要不然就是觉得那个什么 我们就一直都是最牛逼的到现在都很牛逼 这这差不多全世界在全世界就是我们要推广了我们这套东西 然后这个世界就都有旧了 所以就就就这两种想法吧 哎 这都是那个非常可笑的 包括那种地理决定论这些事到新天也有 包括很那个很古早就有的 什么那个跟温度 说文明跟温度有关系吗 这卢梭那里就有这个什么 越热的文明文明那个水平越差 越冷一点会比较好对 那么解释是因为比较热的地方物产比较丰富 然后人就比较懒然后都躺平了 对吧 冷的地方就是条件比较恶劣 大家都会比较团结 然后热的地方容易产生专制啊 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些非常奇怪的 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这个东西显然有多 它不是一个单因素决定的 甚至它不是一个 呃 就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显然我们也承认地理肯定对文明有影响 这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肯定是经过经济中介的 就是经过这个社会活动中介的 它不可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决定论 是吧 这不然就非常的荒唐 确实确实快给男权整绝种了 确实挺麻烦的 NQ是啥 是女权 男权 男权 这个我我懂 我明白明白 对 塞里斯超人 一纽特人 不过确实这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你多接触一些其他民族 最牛逼的 然后就是最接近真理 然后你会觉得其实自己的文化没有那么特殊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一方面 你真的接触过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文化之后 你会得到两个感觉 一个是我们的文化确实没有那么特殊 第二点就是我们好歹算是特殊那一批 就是我们还是文化是不太是不值得灭绝的 这点是对的 我们这个还是生活在一个有有有比较好的啊 会有有有有有这个这个一定的有有应该说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文化就是确实该保存的 对吧 我对我我个人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观念 我确实认为那些不太重要的文化 他存不活不回来不那么重要 真的 因为因为说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 就是保护语言这个事情 如果他没有现实的政治上的需要 比如说政治上民族认同 或者是一些现实民族现实利益这方面的认同啊 如果这个东西自然消防 我觉得自然消防呗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AI那么发达 你想造一门语言太容易了 这个东西如果他没有什么本身这个语言 或者文化 没有承载任何实际的文化 或者文明价值的话 我觉得他基本上 或者说如果他没有现实现实上的 于群人群的这个利益啊 或者是现实政治上的考量的话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你这个东西一天用AI给你造 造造出一大堆语言来是吧 之前我在看那个道文语是吧 那就是是那个那个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真正重要的那些文化 他的那个文化多大性 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说话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是不会因为我自己生在中国 所以我就热爱中国了 但是我确实还是比较热爱中国文化了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文化是真的有意义 对吧 是真的有意义 现在就把你这段截下来 就是来重这 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但是同样我也很热爱古希腊 我也很热爱基督教 我也很热爱中国的一些东西 如是道 但是这个跟我是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这个非洲人我也是这样 而且我非常明显现在拜的一件事 一个民族主义者 如果只是因为生在中国 就热爱中国的话 你要是生为非洲人 你怎么办呢 你的文化或者是你生为印第安人怎么办 你的文化都快消失了 那你是不是会那么热爱你的文化 我觉得没有你八成是不会的 不会那么样子的 对吧 对吧 当然其实印第安人的曲子还是很好听的 之前买过印第安的人的曲子专辑 对 你在你在晚晚回 对对对 做一些就是调整是吧 懂了懂了 做一些调整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还是要承认有些强弱 强弱或者是有没有价值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更重要一些 好的 但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客观评价的 你怎么怎么说他有价值 怎么说他没有价值 就他他凭什么就这些就可以 多多多学习嘛 好的好的 这意味着你要多去了解这些东西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 寻找论证的意思 就是说你觉得他有价值 是因为他值得留下来 就是或者他 但是他得有有深刻的哲学 或者说是历史或者政治 就是他得有思想意义 就是而不是说 但如果只有审美意义 我觉得那 好的好的 你想要为民族立法 我懂 就是就是你 你想要就是用哲学这个或思想性来 来去就是说 哪些民族是值得留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 不是民族文化嘛 因为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他们只不过只是用了一套符号而已 就是有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符号体系而已 这个还非常不方便 好的 不赞同 但是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无限可分呀 你这个东西我总不能说 每个山村的文化 那个语言我全保护一个遍 没有任何现实义 他还得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尺度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尺度来衡量 对 他说的话他太太负责了 就是不由本直播间来这个承担责任 反而我就是这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 然后看完了这个视频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论文大师讲很有意思 或者说就是本来就好想 就就本来就想狠狠的批合心了 就赶紧去给这个视频先三连一下吧 方言的问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就是说对方言的保护这个事情 肯定是跟着现实的经济 因为这个地方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认同 和和这个人群的一些认同是肯定存在的 就是你不可能说我们把它们全部统一或者抹平掉 但你也不可能说事无巨细的对他们全都保护 这个书到底肯定是一个 我们以所谓语言或者是文化为一个符号 它背后肯定是其他东西 对 大家去给这个视频三连吧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聊下一个话题了 就是我们要回到今天本来说好的那个主题 就是聊一下就是 老鼠呢 主角 先拿猫去抓老鼠了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最终什么语言或者是能留下来或者不留下来 肯定最后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 而是一些很偶然的经济的和政治因素 但是肯定会有一定的多样性留下来 但是它肯定不会因为文化本身 这个理由肯定不在文化本身里 现在不连卖 对 现在不连卖 好我们 你们都已经三连完了吗 考打 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 开始讲学习了 现在不连卖 我们讲学习 好多人要连 不要 找我们 我们连卖到时候集中到最后 对 我们最后两 最后两 就是昨天连过了 今天不要再上卖了 没有意思 今天你还有什么新的新的发现吗 你不还是昨天那些问题 高中高中那个恋爱的问题 过不去了 就别别跟我们扯那些了 对 不要耽误我们时间 然后我们来 请我们主角 我们的主角 舒小辉来聊一下 就是他是怎么样 怎么样就是 自学三个月 考试不担 学研究生 怎么学会的 当时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 然后我比较小 然后他们都看不见我 然后我就吵吵吵 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那个 好的 有说法会的三级投影来讲一下 对 别听他的 不是真的 当时那个我在那考试 然后他在那跑 不是 其实这个时候 我跟大家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我之前视频说了一个事情 就是对了 大家有多少 那个哲学专业的 尤其是本科生想考研的 或者说 尤其今年准备考研的 或者是想 就不是哲学专业 准备跨考哲学的 有多少 你的粉丝应该都不考研吧 我感觉你粉丝 好像都是来听着玩的 听着玩的 但是这 刚才有几个人 其实刚才一直说 不是今天想听 今天想听考研的吗 暂时不连麦 不连麦 后面 不是 要晚一点 有几个 有几个 还是有几个的 对 好的 你们都想考什么 什么专业 对 就是 是考哲学 还是考什么呀 都是考哲学嘛 到第二转到哲学 但考研 明年夸考 OK OK 对 好多大一的 大一的 现在你先学习 大一的 现在不是准备考研的时候 你先把基础知识学好 对 因为考研 毕竟是应付考试啊 你要锻炼 这种应试能力 还不是学习 那个 那跟你学知识 还是有区别的 你至少 至少 至少 大二的时候 大二下学 再去考虑准备的问题 就是最早 最早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 我当时还比较幸远 因为我当时是临时 说要去转向 靠 靠 靠哲学的 就是 当时是 真正做这个决定 也就五六月份的时候 跟父母稍微争执了一下 然后 七八年的时候 七八年的时候 七八年的时候